他这个演讲有点印象深的 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 2016年的时候他讲 他说什么市场需要这些烂剧 什么市场需要 他说所谓的市场 就是那几个大电视台的那个购片人 而他大多都是中年妇女 他们色情狂就买这个小鲜肉 就是他们这色情狂 把他给带出来 这就是王爱玲 因为这个各电视台购片部门 你去看的话 基本上是女同志 基本上是女同志 而且是到岁数 肯定你不到岁数没这个权利 然后这几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电视台领导要来探班 就戏在拍的时候 买还是不买来探班 那么就要组织男演员去陪领导吃饭了 不再是女演员去陪领导吃饭了 明白吗 李爱你就放心吧 以后就是基本上你拍电视剧 基本上轮不着你 对对对 转过来为什么要男的陪 因为都是女领导 够片的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拍一个戏呢 他是这样 他的男演员呢 都是一些实力派演员 实力派演员 都长得不好看 一挑男一男二男三全那样 不行 说那领导来了 那就把这个服装副导演化妆 小伙子长得真正的收拾收拾 说你们陪领导吃饭 女演员一个都不许出现 这样 卖天 而且你去看下现在大的影视公司 发行人 现在都变成小伙子了 这就要不是编剧 他会看戏 是 这跟我们以前 以前发行各个公司 都是小姑娘 漂亮小姑娘 卖片 所以你知道 这个海林雄讲的 你知道吗 他引起我一种 这个不可知论的怀疑 就是 就是 就比如说 试看今日之市场啊 所谓竟是谁家之天下 你知道我 听他说的多了呀 我确实产生一个谎范儿 因为什么呢 比如像我们做电视节目的 我们就知道 假如这个一切都是可信的 对吧 我的收拾率好了 那么我自然就要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呢 他给我制造了一种阴谋论 至少在我脑子里 就是假如这一切都是可操纵的呢 我现在就看到有些投资商啊 我就觉得就是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那既然投了钱呢 他必须成功 他怎么必须成功呢 就是所谓的上手段 你比如说 听业界也有这种传闻了 买数据啊 给做数据啊 说这戏没派好 这戏没派好怎么办呢 走其他的公关的渠道 把他的口碑 口碑弄上来 所以现在宣传费很高昂 你看现在啊 一有个人啊 做了一个什么活动啊 做个什么 你看下边那个跟帖 我已经明显的能看出来 那肯定不是真实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粉丝 那那就上次王海林就就讲嘛 他说我觉得 所有的这些粉丝较好的都很可疑啊 他说只有我的那个粉丝 长期观察是真的 那我的微博底下就是长期以来 18个粉丝 我一直观察是你说的 我长期观察是真的 但是你想你看啊 就是如果真要给钱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些数据 它其实还是相对真实的 就是如果要 你不要说 你像微博下面 你留个言是不要花钱的 你看电视是不要花钱的 有时候你点个网剧 如果你愿意忍他前面那个广告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花钱的 但但凡说到要花钱 比如说现在 特别是网络平台 它会有一个数据的这个统计 比如说这个剧 这个网剧上的时候 有多少人买了我们的那个会员 那个会员大概一个月 不知道不知道多少钱的会员 或者是电影上的时候 那个钱是真的吗 那个钱是真实的钱 电影上有一个行话叫票捕 头三天的这个票房 都是这种公司自己买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投资方真的挣到兜里的钱 他是看得见的 他是知道自己挣到多少钱 现在就是变成你营销的成本 越来越大 对 营销成本 因为你原来就是说 我拍了电影 我就该收钱了 我还得花钱 我得去买票 去锁厂 是吧 锁厂 现在还有技巧 锁是前几排 后几排 反正中间出现过 是吧 就是你买十张票 也不行 锁不了一场 因为你没人来看 他还知道锁到你这个影院必须给他拍 现在都是有 但是汪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就长年一直痛批这个烂片 今天大家都在说这个烂片烂剧 什么充斥着咱们的这个视听 你看我这脑子里有俩观点 一个观点是咱马家辉 我们香港的一个作家 他就说 他说这个烂片是必须要有的 他说你看香港电影 当然咱也不能说王精拍的都是烂片 但是香港人他就那么说 他正是因为有王精拍的这么多的 这个你们认为的烂片 他才滋养出了几个一代宗师 或者是什么谁呀 滋养出一些好的 你即便是好莱坞 这一年生产的片子 百分之八九十 也可以叫做烂片吧 是的 所以说对这个烂片烂剧 你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像土壤一样 正常的一个现象呢 是这个是正常的 一定是烂片是多数 但是不正常的是 有一些烂片呢 被包装成好片 我是有这个嗅觉很敏感的 一闻就闻就烂片 我就知道这是烂片 我不去看 但是如果是 你怎么闻你教教我 有些戏是 对 有几个演员他只要出现 他就是烂片 能说吗 能说的那些 对 我觉得是 我一直有一个公式 我说这个只要出现小鲜肉 小鲜肉演员 靠小鲜肉的颜值来卖的 这个戏一定是烂剧 你去注意 只要是 他如果是一个搭子 搭在里边了 有一个好演员 搭着他 他是配 没问题 你比如说 老炮 没问题 你旁边搭多少小鲜肉 没关系 你主演是 风小鲜肉 对 这些 你去看 但是主演是小鲜肉 靠他卖 这个戏 如果他再搭上 搭IP 我有一个模式 搭IP 加小鲜肉 这个一个模式 这模式一再是 但这个现在很火 这种模式 但你看哪个成功了 没有 但电视剧很红啊 电视剧一塌糊涂 红了 电视剧我就要说 电视剧跟电影 还是有些区别 就是电视剧是叫 我们叫 2B的 那个叫2C的电影 怎么解释 2C呢 就是B2C呢 一张一张 卖电视台 对 你那个电视剧 是卖给机构 电影是卖给 一张一张的票 卖给一个一个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成千上万的人 人 你操纵不了 很难控制 你要操纵他 你就得花钱 就比如说票簿 真金白银 你得偷 但是电视剧 搞定人 是吧 哪怕网剧 搞定人 说白了 是这样 那么你何以搞定 人家也要向领导 有交代 你就告诉他 有大IP 有小先生 小先生为什么 可以卖钱 因为他有流量 他可以兑换成 多少个观众卡 所以呢 这个就可以 所以这些 一切的一切 没有人谈到剧本 就是故事 他就一定是烂片 编剧协会的 也是 我听说现在 卖片的模式 就是你的主要男女演员是谁 故事大概是什么 然后基本上就能定出 大概的价钱 刚才说的票簿 我有点感觉 其实我也是在 就是不知道看什么时候 就说哪个店卖的好啊 对 这不就票不及关了吗 对 他票房排前头 对 我就去看看呗 那反正这真碰上 我就特恶心的 这样 特别恶心 所以这就是这个烂片 高票房的这个问题 是 这问题你怎么解释 烂片啊 高票房 其实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迎合了一部分观众 这其实是 冯耀刚有一个论点啊 遭到很多人痛骂 就是说他说是因为有垃圾观众 但是这个说法呢 可能是偏激的 就是说他翻译一下呢 就是说我们很多观众的趣味 确实还是可能更适合看烂片 所以烂片不应该当成个贬义词 是 它是跟你的整个的大众的欣赏趣味 是有关系的 就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收视率 我们开始并不知道收视率被操纵了 然后呢 我们就研究说 哎 这几个戏为什么收视率都高 我们怎么努力超过它 后来研究了一阵以后 我说 我发现了 我们确实比较找 难找他这些戏的那种劲儿 就是他要有一种 你要找到那个劲儿 你的戏收视率一定高 就是要有一种傻逼感 就是找着了 就是而且你要创作者是真心的 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感觉里边去 你塑造出来的 哎 那个戏 他一定收 你还不能说我瞧不起你观众 我是有点勉强给你们写这个 你不就是爱看这个 哎 这不行 你得全身心的 就你得认可他 对 你得同意他 你是那个 真心的装傻冲露 对 因为现在我就发现啊 他有时候一环套一环啊 真的容易 我那天跟一个广告客户就聊 我说你看 实际上呢 谁关心最终的真相 比方说做节目的人 投了钱的人 忘记我这节目那个要收视率吧 哎 那这个收视率咱是不是可以做一做 要口碑吧 口碑也可以做一做 实际上对于客户来说呢 这个广告投放广告客户来说 他也是个经理 他也是个跟老板要交差 对吧 说你看 我也是拿数据说话 我为什么跟这家投放 跟这个系投钱呢 因为你看 他这数据 就是今天所谓的数据社会 数据摆着的啊 那他的老板也能认可 否则我又根据什么来定呢 那于是最后就变成 谁都没做错 所以这个世界 我跟你讲很有意思的 我现在慢慢就觉得 我觉得王海玲提出来的 到我脑子里想到的 是个哲学问题 是个世界的本质的问题 就是说啊 其实是不是大家都在 似是而非的活着 你没办法说的意思 就是说 就是似是而非吧 就 哎 有些时候你看中国有句话呀 就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无为有处 有还无啊 这个假作真实 真意假 对吧 好 这个声势造起来了 哎 你说它是造的 它是假的 可是呢 也许真的大家就追看了 就像马爷说的 是 拍平环环第一名啊 都去看 那人就是多了 看到你的广告的人 也就是多了 你的销售就是上去了 于是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世界建构成了 是 你说这事有意思 听说有电视台 嗯 直接 它电视台 卫视不是有排名吗 有某家电视台 新的这个CEO上了以后 就开始买首饰 买他们台的 他从来没有人这么干 结果买了一阵以后 就不用买了 他还真上去了 哎 他排名排到前面以后 他真上去了 对 这种在商业上的这种托很多 嗯 你比如过去那个刚 改革开放时候 前门那个商业 打街卖鞋的 嗯 每天早上都有15到20个人托 冲进去买鞋 嗯 然后呢 他买完鞋呢 他到这个上午11 2点就回来就给退了 对 他们是领工资的 但是每天都很 真的去 哎 他后来就变成那个地方 真的挺火的 对 天天火着 后来就不用他们了 就自动的托 就全 就还真不是托 就后来就没托了 哎 所以那阵商业的商托很多 嗯 啊 那种商托呢 他还不像这个 就现在就什么 酒吧里那种酒托 酒托他比较 比较孙子 就是他喝完了以后 他给你喝那酒 不值什么钱 让他算你身上 这种有 这种下来的打击很重 他那还真没有 就是我买我的鞋 你旁边就看着 你愿意跟着买就买 中国人的从重心里重啊 其实我甚至现在买 我我我都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当然很多 有知识有文化 包括像这个汪老师这样 他们真的是有专业水准的人啊 他们就经常这个不满啊 就是现在我们给人民群众提供的 都是一些什么精神产品啊 就是当然有好的啊 有一些像北平屋战士啊 狼牙榜啊 这都是有口碑的嘛 对有好的 但是呢 确实充斥着很多特烂 他们就感觉特别忧心如焚 我现在其实有的时候 我甚至有那么一种观点 就是说 哎 说实在的 您发现没有 像咱们这样的人 您呢 其实不需要这个工业 为你生产什么 你明白吗 你的精神生活很丰富 你自个儿在家里就看书 你玩古董 你电视剧不好看 你是可以不看的 有时候 看进去了也不会学坏 也不会学坏 其实我有时候真觉得 就是说 所谓有自己精神世界的人 比如爱听古典音乐的人 或者有个自己爱好的人 他你还真蒙不着他 他对他来说 他也不特别需要这些 有好片子我就去看 你要是遍地烂片 我就不看电影了 对吧 我的精神生活有别的去处 但是的确就是这种 大量电视台的观众 大量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 这种用户受众 他就需要很多东西 来填充他的这个时间呢 那么你说 如果最后就说 他们挺满意这状况 都有流量 大多数人就是 接受你给他的选择 对啊 他是被动的选择 其实你的整个的文艺创作 往哪去 你就带着他往哪去 就是您刚刚说的 像我们这些人不会 你想带我们也带不走 对啊 对吧 但是大多数 我们忧心忽忽在于这 就比如说 我最近说到这个 比如说盗墓题材的问题 马老师他收藏古董 马老师盗墓 盗墓题材的片子 都跟盗墓 但是有 你比如说像 我就最近几个 像老九门这片子 九个盗墓世家 盗墓还世家 这不是这片子 就叫盗墓世家 就是老九门说 九个盗墓世家的故事 上来就讲这 九个盗墓世家 有情有义的故事 就挖坟各种 这种戏呢 现在是我们主流 特别这一两年 主流的电视台 网络平台 甚至电影 再放了一个大量 占据中心位置 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拍 就这位置不对 是吧 你最好的演员 最好的公司 都在干盗墓 咱一年能拍出几十部 盗墓的线 我觉得真丢人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真的是 就是我也说到这个问题 我就说 这个盗墓 在刑法上是 七年到十年盘行 强奸是七年到十年 盗墓是十年以上 无期甚至死刑 我们国家盗墓 是有死刑的 这比强奸还重 合在一块 就是这个会银会盗 对不对 那我们创作 就马老师 他们那一代 到我们这个 其实每一代 还是有一些传承 因为我跟周静芝老师 我们都还挺熟 他都有的时候 我们一起创作 会说这个文化上的东西 他比如说 说某一个话剧 他说我看了 他说我看完就很难过 他说我见过 召见祖宗的 没见过这么兴高采烈 召见自己祖宗的 所以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是一个 我们再不说 就没人说 真的 因为他们这些戏 还挣钱 你年轻人看了 就觉得盗墓还挺 还有崇拜那个的 对 他这个盗墓的这个影视剧 特多 那一年好多 我看过好像一两部吧 首先我觉得 他那个盗墓 根本就不是盗墓 就是历史上也不跟 常常胡编乱造 然后那里的好 底下都成地下宫殿了 那哪儿 而且都跟魔窟似的 看完了 我也记不住 这个电影是谁写的 谁拍的 谁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然后我就问 我说为什么大家都 对这事感兴趣 他就是有一个未知嘛 中国人特别喜欢那种 未知的报复 赌博 谁也赌不过亚洲人 亚洲人 谁也赌不过这个中国人 中国人敢把全家都抵上去 过去为什么连老婆孩子都抵在牌桌上 你知道吧 他什么都敢干 那盗墓也是这个 所以这个盗墓呢 就自古以来啊 就是很神秘的一个行业 这行业呢 当然你刚才说那什么酒袋什么 我这时候有点瞎掰 那可能那个很不光彩的 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啊 就在现在的这个流行潮流里啊 我就是我发现我是一个就是没什么主心骨的人 就是很多时候我比较倒霉都是什么呢 我就经常跟他们说 我说你看所有的事哥们都有先见之明 我都知道会那样 但是呢最后我一定就从了你们了 从了之后自己掉沟里 这就是我的宿命 就是什么意思呢汪老师 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个 就是说你比如我听你讲啊 听马爷讲啊 我都觉得哎 跟我是一个价值观的 我这个价值观呢 但是有时候我会自我怀疑啊 我可能价值观塑造于80年代 那好比说80年代 那我心里是觉得 你比如我要是编剧 或者我要是导演 谁都想挣钱 但是呢我有个丢人的标准 这事我要干了 我是知道丢人的 当然丢人的事我也真干 但是真干我也会跟人承认 我说宋明大爷 这太丢人了 这最好你别跟人说起 我偷偷让我把这钱挣了 我是知道丢人的 但是呢 与此同时呢 我有时候在这个社会里啊 我会产生自我怀疑 比如说 我就一定是对的吗 还是社会变了 时代变了 难道说 今天的这个90后 乃至于00后 这些孩子们 人家爱看什么 人家爱看偶像明星 那么难道说 我就有资格去跟人家说 你们这导向不对 对吧 听我的 这才是好的作品 就是我又缺乏这种信心 但是我发现你们 我很自信 很自信 就能很断然的就告诉别人 因为是这样的 影视作品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任何人都有这个权利 但是你要说哪个好 哪个坏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的 因为好和坏有标准 喜欢和不喜欢没有标准 我知道什么好还是坏 我要告诉他们 这就是我做的事 但是我看见很多人 其实看这些影视作品 它就是一个消磨时间 他可能也没打算 从这影视作品里头 得到一些什么 我有时候看这些片子吧 就比如大热剧 我甚至带着一种就是 就看他有什么草点的这种 这种想法在看 他也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 我并没有投入剧情 是吧 我就看 哎呀真傻 哎呀这演员演成这样 哎呀这剧情太二了 然后还上微博去看一下 有时候还看一下弹幕 弹幕也在骂 你有时候跟他一起骂 也 他其实是一种 我工作之余 发泄 就是烂片给你的娱乐性 可能有的时候还高于好 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还真是这样子 特别是看着弹幕一起 大家一起在那吐槽 有时候还挺过瘾的 就是这事 这事属于 就是说 大家看影视剧 可能还真不打算 从那里头得到些什么养分 比如说 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也许他人家可能 好的作品 可能搞不好 真能给人这种 这样的滋养 但很多作品 可能就是 我们就消磨一下时间而已 你消磨可以 但是这个 如果这个国家这类 全是这类片子 那就把这个国家的 彻底搞烂了 这个心态也搞坏了 然后社会的价值观 一旦发生混乱 每个人都会变得不舒服 我们今天很多 生活中感觉不舒服 是社会价值观的 这个改变 是 每个人 你比如啊 你排队呢 他前面有加刀了 你舒服吗 你不可能心里舒服吗 对对对 那他凭什么加的强度去 就是因为他 他觉得 他的价值观就是 我差的强度我快 对不对 他不关心我们的人吗 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们 现在说的这个烂片啊 是指我们比较泛泛的 是指影视剧 嗯 是吧 嗯 电影令说 这个电视剧里确实有 就是我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很少个完整的看啊 打个电视 我们的红军 你这个描眉画眼 就实在让人不能容忍 而且太重了 这桩 这桩完全是五代桩 那画的干干净净净 他排行人过草地 那怎么走啊 哈哈哈哈 你实在是让我们心里 还是 还有那个不能容忍啊 就是 我说有回看一电视 拿弹弓子打飞机 哈哈哈哈 你这个 哎 我知道 最急 就我看他那个 用手榴弹炸飞机啊 我说你们 太就不知道 你能扔多远了 手榴弹 你能扔多 他扔不了多远 而且你往上扔 扔不了多高 您还得把它 就完全欺负人的 这个这种 这种影视剧 我看完了 我觉得他也就是一乐 但是这种东西 假设就出现一个 大家一乐过去了 你要铺天盖地的 都是这种东西 那你肯定对民族的这种 心智有伤害 这个我有一点感觉了 就是他要是老看这种 违反物理学的东西 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老百姓观众 慢慢把这个习以为常了 这会激发出他们一些 浪漫主义的情绪 是吧 对对 我还看了一个 我当年我特别想到清楚 我看的是什么 就是一男一女 拿着两支手枪 至少打了四层院子 打好几百人 我现在那里头人还打麻将 我说里头人都聋的 哎呦 就是他那个 他那开枪的违反常识的 这种乱打 就是所有人都是撞在子弹上了 那你这种片子真的是 我看着当然对我没多的伤害 但是你 常年就这种片子 大行其道的时候 我们的民族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海琳呢 你这编剧 你这纪检委 你发现这些什么案例 他你比如说 我就一直说 比如说抗日剧 抗日剧 你怎么样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雷剧 或者神剧 他只要出现日本女军官 日本女特务 这就肯定是 川岛方子 川岛方子 他其实是一个中国人 他就是满洲人 还真是 但是你 因为日本里边没有女军官 日军里边就没有 你就首先就违反常识 这老穿的日军制服 一女的 好嘛 胸还挺大 然后 然后哗哗穿大把旋 这都这一看就是雷剧 这就瞎编 还有这个各种就是 这个我们现在叫杰克 杰克苏 马丽苏 是吧 霸道总裁跟小萝莉 类似于这种 马丽苏呢 是网络的一个说法 小女孩想象的 自己我是绿色的头发 蓝色的眼睛 然后呢我去我们中学 然后我的那个男同学 这个男同学 他们家有六百多亿 那个男同学呢 是国际的一个总裁 一千多亿 他们都开那个超跑来 什么什么 请我吃肯德基什么的 这个叫马丽苏 全是 所有都爱我 这个马丽苏 这个马丽苏模式呢 就进入到我们各个 就是电视剧里边 古装的 穿越的 现实的 然后呢一般来说 这男的是一个霸道总裁 男的 就是对谁都特厉害 德克凶 就是对这女的 就是百依百顺 能不能给她跪下 就是一定会有跪下的戏 就是类似 是的 这就是他这俩在搭上 就是这男的 杰克苏 或者说叫马丽苏 然后这个 对 然后这个霸道总裁 他们这一组合 你说这个会不会 这一套路 这一套路 现在各个戏都是这样 电视剧 会不会影响两心生活呀 就是女生会觉得 男的必须都得这么对我 才行 是 所以对社会 对社会危害性很大 你们感觉现在的小姑娘 会有这样的变化吗 就是说觉得男孩子都得 像电视剧那样对我 才叫爱 否则就不是爱 会有这样的变化吗 我觉得对我们电视剧行业 影响很大 其实各个公司呢 制作公司它有小折编 折编呢负责剧本 就是说编剧要跟折编谈 我们公司投不投 往下怎么着 剧本怎么改 小折编呢 他们说现在观众 都是90后爱看 所以呢 小折编都是90后 工资也不高 但是他还跟你剧本说 你这不行啊 就多大编剧在上面 你这不行啊 你得改啊 有没有90后我们不喜欢 说为什么 说你这男主角 不能看别的女的 从头到尾 就爱女主角一个人 我说那中间要有三角关系 这是我们以前 那不行 三角关系可以别的女的 实际白来追她 她连看都不看一眼 现在必须这么闲 现在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 现在女孩子 对自己未来一半的 要求很高啊 如果受影响的话 如果大家看完这剧以后 真的就是受到影响 不是他们就说 就是因为在生活中做不到 所以你们电视剧 你们再不让我们实现一下 那如果能够分得亲 能够拎得亲 那也行 要不然它还挺影响生活的 对